多謝幾位嘉賓的分享 讓我們對這個議題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以及有更多的理解 現在到了這個Q&A的環節 請幾位嘉賓就坐上前 如果大家有什麼提問都可以歡迎舉手發問 請歐醫生、曾先生、趙議員和阮教授 請幾位 或者曾先生 哪個位置比較好些 在這裡 是受了培訓 好 好 看看各位參加者有沒有什麼提問 都歡迎 是 是 好多謝機構舉辦這個活動 我先交代一下 我本人 我其實就不是要詢問什麼 而是我參加完這裡 我跟著想有些回應 我自己本人是一個 罕見病患者的家人 有兩大點我想回應 可能有些少澄清 第一就是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我的家人患者 是無論在私營和工營裏面 那個診斷 或者斷症 各方面 是經歷 各方面 就是 他遲了來斷症 等等各方面 也就是 主診醫生 也都 對我的家人 去試一些新藥 是不支持的 因為本身的症已經是 不自知症 簡單這樣說 但他也都不支持我們去試新藥 但當然作為家人 當然不會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 自己私底下 就去另外一間醫院來試新藥 試了新藥一段日子 我想八九個月開始 他開始就 主親醫生都會有些 轉口風 為什麼轉口風呢 因為看見 我的家人 發病的情況是減少 另外也都可能 他在 可能 這個我們估計 就是 他在不同的途徑 包括他們 醫療界 或者社會上面 知道一些資訊 另外一間醫院 其實是試一些新藥 情況是怎樣 因為始終大家都屬於醫療界 他們一定有一些資訊 是我們普通人 是不會知道的 不過這個當然是一個估計 也都在我們的病友組織裏面 也都知道其他病友 他們很多時候去看症 的時候 或者他們的照顧者 要教醫生 怎樣去做 你都要很久 或者很久沒有幫他 照什麼什麼了 也都 正如剛才那些講者 都有提到 就是把波膠來膠去 不知道去怎樣處理症 就是頭痛 醫頭 腳痛 醫腳 也都不知道究竟要做什麼 醫生是不知道的 他們的認知 有好一部分的醫生 是完全不知道要怎樣處理的 對悍健病 對悍健病 這些是我們認識的病友 他們的經歷 另外一方面 都想作一個澄清 剛才也有預會 有人提到遺傳方面 有多少成等等 先不說悍健病 我最近大約一個星期前 我都很驚訝 在網上看到一個人 在一段新聞的回應 就說 你知道自己有這種病 就不要生一些SEN的小朋友 他們以為生出一個SEN的小朋友 都是以為是遺傳的 一定是 就是不知道 就算生出一個SEN的小朋友 可能其實父母是完全正常的 那連SEN在社會上都有人去誤解 而在悍健病裡面 也都先後我們的一些病友 或者他們的照顧者 都是受傷害的 就是說 你知道這個病 你就不要生了 就是說 遺言 我們怎麼會行 嗯 但是 我想要去澄清一下 藏清一下 那就是 罕見病 未必是遗传的 当然每种不同的罕见病的情况不同 但是未必是遗传 这个是第一样 第二 就算它是遗传 可能原本它那个父母 患者的父母 它有那种病 它是可以完全是没有任何病征的 表面的病征 就是以我的家人那种病的一个患者 应该不止一个 他们是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子女 后来被发现有那种病 它才回头来知道自己原来有那种病 但是它是没有很明显的一些病征 例如老简发作或者智力受损 它是没有的 在外观上生活上完全是正常人一个 和我们其他人 所以他们虽然他们的子女是遗传而有病 但是其实他的父母是不知情 是绝对不是想这样的 这两点我想请好 多谢你的澄清 我想回应少少 多谢这位朋友的几点发言 好 我有点想回应 第一是关于遗传 有罕见病的朋友 我觉得这些人 我们都应该当他是一个人 来看 他们应该有所有其他人都有的人权 包括了他们的婚姻和生小孩的权利 我想应该是把那个资讯 告诉他或者罕病或者有遗传病的朋友 你如果生小孩 可能那个结果会是怎么样 但是呢 最后的决定 应该是由他这个人本身 或者患有遗传病或者患有罕病 这个人本身 他自己去决定 因为他决定 他就是会承担这个责任 所有外面其他人都不应该论 他是不是生小孩 或者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一些 说得很不好听 就是伤害到其他病人的说话 所以我们始终是要尊重每一个人 他们本身有的权利 包括了他们的婚姻 和要小孩的权利 第二件事我想回应 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 在医院里面 可能很多医生都不懂 不懂得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在香港 我是完全谅解这些医护人员的 因为在香港 第一 就是很多医护人员 未必受过这一方面的训练 就是在他们的受训练里面 是没有接触到这一类 关于罕见病 遗传 这些东西 再加上 在目前这种医疗制度 也是很少有一种 就是 醒觉 就是一般医护人员很少对话 这个病人会不会有可能是罕见病呢 他们一般是很少有这些 有这些 有这些 醒觉 我想将来如果是 罕见病这个 议题在香港 一路一路 更多人去谈论 我也都相信 医院管理局 以后对这些东西 如果他更加重视的话 就变成了 前线的医护人员 可能会比较醒觉 看到某些病症 他们可能会联想 喂 会不会是罕见病呢 会比较快一点去 转介到一些专家那里做诊断 我相信 这个情形慢慢会改善 所以 目前这种情形 我自己是不会去 责怪任何医护人员的 第三 就是 刚才这位病友都说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 我也需要说一说 有时我们在医疗方面做决定的时候 很多时的专家 就是说 我是为了病人最佳利益而作出这个决定 for the best interest 但是 现在就是在 我想尤其在一些讲究人权的地方 一些国家或者社会 它是将原来那种叫做 substitute decision making 就是代替别人去做决定 应该改为另一种思维方式 就叫做 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 是支援当事人本身去做决定 比如说 在病人来说 就是 医生最好不是说 我是 serve 你的 best interest 而是 我是有 best interpretation of your will and preference 就是说 医护人员 可以用一个最好的解读 病人本身的意愿和选择 而根据这样的 由医生给一些专业意见 最后 那个决定权 都是在病人 或者他们的家人身上 而就是 这样 就是会更加这样去 就是作为一种 对人权的尊重 我回应这几点 多谢 不知几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回应 好 是否有第二条问题 大家好 我是家属的身份去分享一下 我很同意KP刚才说 其实作为病者都有权去选择 其实我妈妈就是罕见病 肌肉萎缩症 MND 運动神经原病 是肌肉萎缩症的一种 病了15年 回了添加10年 我自己觉得 刚才说所有的问题 我都遇见过 真的 你们说病的评估 开始头头 92年底病发 经常跌倒 连拆牙都没力 无端端傻笑 问他笑什么 不知道笑什么 他自己都不知道笑什么 那 当时我带去看医生 因为我是大女 带去看医生 周围去检查 有一次医生还叫我们 叫他做肠胃检查 对头头去很辛苦 那医生一定知道 大家可能有些会看过 就是心很伤很痛 看到他 因为那个医生以为他是有病 就是说话有困难 就是说话有困难 声音也有些不同了 那医生以为他是长胃生胃癌 那些 那检查完之后 又不是了 什么都不是了 搞了两三年 例如是QE QM 港华 浸会 全部看过 都不知道什么病 然后转转转 不知道Franggaisen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两年 我都很妄言 就看了旺角 有一个诗家医生 你和他接触完 我说 你妈妈应该是 运动神经原病 什么叫运动神经原病 听都没听过 你知道这些在90年代有什么可能听过呢 我问医生会怎样的 最差会怎样的 他说差到是吃不到东西 我吃不到东西就死了 他说是不能死的 那时不知道是怎样的 总之 搞了很多年了 后来再慢慢再带回公立医院 才确认到最后我记得是QAM的时候 抽了一只不知什么检验 才确认他是这些病 但是都是我们不停后期 都是曼加烈复诊 正如刚才大家说 其实医生和护士都不太知道是什么 有时问我们的情况 我想说这个就是 很奇怪 其实我当年 我自己本身在社交工作 就是在做社工 其实都很妄言 我以前听都没听过 我还是做生长服务 其实都没听过 无意中就在网上找到病人挥助组织 加入了基建协会 大家互相分享我才知道 我奇怪 我很想请教一下歐医生 其实我们早年 十几二十年前 我有听门 有做一些研究 有没有遗传性 因为我们的基建会里面 有五大类肌肉萎缩症 其实有一些很明显是有遗传性的 我们有些病友 一家三口三姊妹都有病 有个病友 就是太太有病 她很好 她都跟她结婚 后来太太走了之后 到太太的子 不是 弟弟 即是她的扣子 又发病 很多人 我自己早年都很紧 很紧张 我们有没有遗传性的 但我看回我公 我妈妈的家族 都是没有遗传性 就是没有这些 从来没见过 没听过 所以其实 有没有遗传 为什么不研究一下 为什么不 收集数据库 建立数据库 收集资料 其实大家刚才说 SEN 谁想生SEN 坦白说 我想医生更加知道 唐氏忠合症 早年已经知道了 所以 如果知道预知 你一大 一发现唐氏忠合症 就可以让你去决定 你要还是不要 是吧 但其实好像大家分享 KP 他们说 根本我们都不知道 是有罕见病的发生 我妈妈 年轻的时候 是很做得事的 就是我爸爸 那些店铺 那些家里的东西 全部我们六兄弟姐妹 我一个妇女 可以搞得行 那你想她多强 是吧 所以我从来都说 不怕 都不是那些暴力主义 就是我家里 我妈很厉害 她做到很多事情 但突然间发病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她做什么傻笑 她这么走 做得 为什么会拆牙都没力 是吧 所以 所以 我会快点 我想说 为什么 医院 为什么不肯做这件事 我们觉得很奇怪 其实 你早点做了一个数据库 你会发现到哪一样 是有违存性的 大家可以早点做决定 或者去预防 诸如此类 是吧 是的 另外就是 怎样才可以将药物 藍药 药物名刷 其实我们早年争取了很多年 七年八年九年 才将干扰数 摆入药物名刷 其实你想想 一个月有万多元的药费 有什么可能呢 但其实那些药 根本大家都知道 最近大家都听过 我们SMA那只药 是吧 一年大家知道多少钱 药费 六百万 是的 六百万 第二年就是三百万 那你想想 我们都开玩笑 卖了一层楼 都搞不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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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实 怎样才能够 这些药物名刷 另外就是 有没有去考虑 真的去研发一些孤儿药呢 是吧 其实这些药 六百万 其实是外国研究 我们香港 为什么不可以做 等于我们早年 也有CU 有人来接触我们 我们想研究一下 你可不可以用眼去沟通 去控制电脑 好像霍金 用眼去控制电脑 这些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 其实政府可以 主动去做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 最后就是想提回 就是 我今天最 最 看了这么久 就是 最突然的就是 原来英国 原来是什么 就会蚊猴的 就会蚊 就是不行的 我妈妈 全坦了 成十年 十几年 她病了十五年 全坦了成十二三年 是的 其实她很快 两三年开始 是说不到话 早一年还可以用眼去沟通 痛不痛 痛就看那边 她还可以看 到后期 最后那四五年 眼都移不到 但是其实我们 觉得她走了十年 仍然很珍惜 照着她的十几年 其实仍然有一些家庭的 回忆是很甜蜜的 所以为什么 如果她妈妈一走 一病发就走了 我想我很伤心 是吧 但起码我有十五年陪了她 我都说我以前 我妈妈妈很硬朗 我不可以抓住她 她不会听我的手 不会疼我们 但是她病了这么多人 我可以一放工 一放学回去 就抱着她 可以疼她 那这些回忆哪个可以给到我 好彩她 好彩当时医院 马嘉莉还支持我们 很好 好好 我们刚才提到 医同医护的关系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那时候还未有探病时间 我们是全日24小时 妈妈住了11个月 医院 在医院11个月 她开了后 我们不懂得搞 医生亦都不可以让我们出院 因为没有呼吸机 是不能走的 所以 后期她教我 用呼吸机换后 是的 我们正在医院睡的 24小时 跟姑娘很友善 不怕说 她吃烧夜请我们吃 我们又吃烧夜请她吃 那种感觉 不是什么吃 而是互相支持 她辛苦时 所以我觉得就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 好 我请欧医生去回应一下 谢谢 我回应一下 一个小澄清 英国它不是 运动神经元这类的病人 会拔喉 有它死 不是 是说那些 严重脑炎 或者严重植物人状态 已经是没有意识反应 但是又插住口 来维持生命 是说那类病人 所以这个澄清一下 因为说的计题 都比较多些 或者我试一下 用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 我怎样看未来一段时间 怎样可能这些东西会进展 一个社会 这方面 怎样会进展 有些是基于过去的 一些观察 首先说科学那方面 大致上 我自己的阅读 就是 现在在科学上 我们常常说有突破 有些突破是假的 是吹水 有些药厂吹得很大 然后它要赚很多钱 就是那些 有些是不是很ethical的 在现在外国 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范围 但是我认为 一些真正的科学的突破 在未来十年 是会见到的 一个front 一个前线 就是在基因诊断 那方面 这个是包括一些 当然遗传疾病 遗传疾病 有些就算不是纯粹 直接遗传的疾病 如果是遗传傾向的诊断 我认为 在未来十年里面 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而这个突破的结果 是会引致社会 要有一个方式 去合理地回应 这个科学的进展 因为你不用那些知识 好多去用 就很浪费 也会对病人 你去用 如何用到资源合理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第二 我认为 在未来十年里面 有真正的突破 可能在癌症的某些治疗 是会有突破的 但是那是一些小的范围 而且某些癌症病 而又有某一些基因的转变 引致的癌症病 就会有些突破 就是所谓的 一些精准医学 各方面做的 这个也有同样的难度 就是你将会见到一些很真正的突破 但是如果你要去处理它 那些资源也是要预早去 plan 不是你可以 可以临时有急志 如果社会是没有一个平衡 有深度的讨论 或者去预计去 plan 就会变成一个情况 不够饭食的时候 各自去争取 谁争取得大声点 就争取得到 不争取就争取 就没有 这个你没有好地用 科学的知识 这个我觉得在科学方面 另一个我觉得会有一些进步的可能 就不是和科学有关 而是和社会有关 我想起的例子 是彬仔 大家可能都记得 彬仔2003年 写信给特首 要安乐死 我当时是做康复的 我做康复医学 我的同行在QM 结果有去看 如何去帮他 他睡了马里淹十年 即是《亡热天花板》 觉得没意思 沙士又不准探 连隔绝世界三个月 很惨的 其实在那时 写信给特首 在那时 但到后来 香港没有安乐死 但是后来 由他引起的关注 令到全坦病人的康复和照顾 成为一个焦点 起码在五年至十年内 是见到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而这个转变不是纯粹 政府给钱 包括他的意识 如何做好这方面的照顾 包括一些外面的NGO 去成立基金 有一个永强全坦基金 是人制医院 那边在沙士之后 彬仔之后去成立 我坐过那个组织 去分钱 结果去派的钱 绝大部分 不是给彬仔这类 最受伤的病人 而是给很多 刚才MND 即是民动成型医院 其他的neuromuscular的身体病 总之 因为我当时说 你不要理他 是不是脊椎受伤病人 你首先 如果他是全坦有需要 你都应该一视同样去处理 也应该一视同样去处理 所以当时我给了一些意见 就是令到他的 那个 criteria 拉阔了 就帮助多一些全坦的病人 回到社区 社署有帮手 就是和房屋去社区 如何支援 让他回到家 有一部分是帮助 所以在那里面 反而那个转变 就是在一个 一个五二十年里面 在有一段时候 全坦病人 在香港的照顾 是去了一个好一点的水平 合理一点的水平 不是很好的水平 那我认为 在肯定病人里面 我觉得 未来 如果是正面的人看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三方面 会converge 即是说 那个科学 那个进展 社会一些比较合理 有深度 想得清晰一点的政策讨论 以及一些社区 企业和一个社区 刚才 如果能够converge 就会有力量 会出现 政府 我觉得 政府有时候 会跟着水平行 所以 当新人要converge 的时候 政府 也可能会 将一些主研派 在那里 这个 我自己 整个局面的 机会 不知其他嘉宾 有没有 什么回应 那 由于时间 关系 我们都很感谢 几位嘉宾 白忙之中 都抽时间来 和我们分享 让我们对这个议题 有多了的认识 我们也会有一些 谢谢卡 送给几位嘉宾